我想說我之後可能會有一些痴呆或什麼樣的狀況 我可能會需要監護人 所以說我就叫我信賴的人說 我們訂立一個議定監護制契約 如果我將來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就是由你來當我的監護人 所以它是個議定契約的部分 而不是法院去做一個選定 所以說意識自主的展現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第一個 議定會大於我們的法定 如果已經有議定契護契約的話 就是這個人去當你的監護人 好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監護人 他的資格去做一個擴大 我們看1113-2的部分 稱議定監護者為本人與受任約定 與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受任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 它這邊排除了我們的資格限制 它不准用1096條 也沒有1112條的限制 就是我們沒有1112條的限制 應該說沒有1112條的限制 不好意思 好 那第三個就是 處分財產的可能性也擴大了 這個我們看到1113-9的部分 它說 議定監護契約約 約定受任執行監護職務 不受1101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限制者重啟約定 也就是說原則上 我們認為說 監護中財產管理 它不可以購買或是處分不動產 或是你居住的房屋 也不可以出租 或是供他人使用 或是終止租賃 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的意識自主 我們對於你的處分財產 因為你很信賴它 我們也把它放寬 可以約定不受這條的限制 這個是議定監護 跟我們的法定監護的差別 那稍微注意一下 12頁這邊 監護中財產值管理的部分 那開業的財產清澈之前 只能為必要值管理必要行為 這個應該不要有多說 那注意的是 就是特定行為需經法院許可1101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說 購買處分不動產 跟居住之建築物出租 或者是終止出租的部分 就是一個妨礙居住的一個行為 那原則上它是不可以投資 不可以買股票的 可是可以買一些 就是政府公債之類的 比較保險的東西 那禁止監護人受讓財產 也就是禁止他們兩個 有利害衝突的部分 那監護人付財產的管理 報告意義的部分也是 那如果你有不法的情勢 或者是你的管理 就是不符我們的最佳利益的話 監護消滅或是新建監護人 救治期五年 它有一個損害平常請求權的 時效的規定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顧回來看 十一夜的題目 他說監護與佛為服養的部分 我覺得這代語有點難 所以我們看一下 甲跟乙結婚生子悟 與甲之父母丙丁同住 這個就是同住 這是主父母們 然後甲乙兩個人就掛了 然後悟就死歲 甲乙以前未指定監護人 所以說迅速會有正確 好 第二是 甲乙死亡之後 應有同住之主父母 丙丁為物質監護人 這個我們剛剛講 A是對的 A是正確答案 那B是說 丙丁為監護人之後 開始為物管理財產師 因會同親屬會議所指定之人 開具財產行程 這個不是親屬的原因 是法院 好 那C是 若丙丁為物質型財產上 監護有過事實 並造成物受損害 由於丙丁為物質主父母 所以不用負擔損害平常責任 這個顯然是不合理 他仍然要負我們的損害平常責任 那D的部分 主父母在救罰前 他是不可以請求報酬的 那這個修罰之後 他也可以去請求報酬 所以答案是A 好 那我們回顧來看第九頁的第四十題 處分的問題 他說這個錯誤 A 他說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 處分不動產 非經法院許可 不省小禮 這個是對的嘛 然後說處分或購置不動產 需要得法院的許可 B是說父母對於目前之女 特有財產 非為子女之利益 不得處分 這個東西也是對的嘛 剛剛畫給大家看的 那C是說 夫妻選用共同財產 治者夫妻之一方 對於自己之特有財產之處分 是應得他方之同意 這是錯的嘛 我們說特有財產 適用的是個別所有嘛 所以說可以個別處分 不需要得他方之同意 好 第一次說受服出權道人 為汽車處分或設定負擔 是應經輔助人之同意 這個東西 雖然是民法的概念 但是它是對的 民眾的概念它是對的 所以答案是C 所以答案是C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 撫養的部分 好 那撫養之發生積極要件 跟消極要件 我應該都不用再去多做追溯了 我要特別跟大家注意的是1120 也就是撫養之方法的部分 注意一下它的方法跟給付額度 是由不同人去著定的 前提都是協議 協議不成的時候 撫養之方法 你到底要把它接過來住 還是給它錢 是由親屬會議去做著定 那撫養額度的話 是由法院定職 這東西請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快進入繼承法的部分 繼承法的部分 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繼承輪 繼承輪會講到遺產的繼承輪 跟繼承回復請求權的部分 那注意一下喔 遺產繼承輪裡面 因繼承的計算跟代位繼承都很重要 那為什麼會把它拋棄繼承放在這裡呢 是因為拋棄繼承它的考點 雖然很多人把它放在繼承程序跟效力 去把它拋棄繼承這個部分 可是拋棄繼承之後 最重要的考點其實是 因繼承到底要怎麼去歸屬的問題 所以說我要把它放在 跟因繼承繼承人一起去做一個討論 那第二個就是繼承程序跟效力的部分 大家請把開具遺產情測 跟無人承認之繼承打勾 這兩個在一世還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因為各位非常的不熟悉 就是開具遺產情測這兩種 清算的兩種方法 開具遺產情測跟次為清算型 跟無人承認之繼承都有考過 那第三個就是遺主的方式跟撤回 還有遺主執行人 這個東西只有一世會考 那遺政特留份的扣點 這個是不論一世二世都會考的東西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我們的四四頁的部分 因繼承跟特留份的部分 這東西已經幫各位做成表格 應該就很容易去理解 那注意一下喔 後面的特留份的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等等 這個東西它指的是因繼承的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說到最後父母所得的是遺產的四分之一相成 然後兄弟姊妹是六分之一 祖父母是九分之一 這個東西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把那個兄弟姊妹的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畫起來 是因為它是唯一不一樣的 在因繼份是二分之一 在特留份是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我們分到二十一頁的三十六題 所以假於遺族中載民將其所有為成 七數由配偶已繼承 假除配偶外經由兄秉為繼承人 則民法特留份之規定可得遺產若干 好 那剛剛就是講的兄弟姊妹最特別 是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所以二分之一乘上三分之一是六分之一 答案是C 就這麼簡單 千年的考題 好 那代位繼承跟繼承權喪失的部分 絕對釋權跟相對釋權表示釋權跟它的效力 其實我應該都不用去做贅述了 只是相對釋權跟表示釋權 我把它畫暗色性 是因為它兩個都可優數 所以說把可優數寫上去 還有就是我們的繼承權喪失是有在1145條 可是它其實不只有我們的繼承人會適用 在我們的遺證的1188條有準用相關的規定 所以說受遺證的人做一些行為也會釋權 這東西請把它寫上去 它會準用有關於我們的繼承權喪失的規定 也就是遺證詩權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上面的那一題 物詩題 假立遺祖宅民以秉為共同受遺證人 然後均分存款一百萬元 若其中一人先死亡的時候令人承受該一百萬元 這個東西全部都是在虎擬的 為什麼呢 因為某日以根柄吵架 夾盡持刀殺柄自死而受刑之宣告 下列係數何者正確 好 那這個時候 以殺柄自死受刑之宣告 這個東西我們118 遺證失權準用繼承權喪失的室友 這就是殺繼承人自死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殺遺證人自死 所以說他會失權 所以說 以他不能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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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